无奈时加装赵子龙 赵子龙 你竟敢孤军潜入我军营寨 今日你差事难逃 呵呵 我此番只是奉命前来火烧乌朝 眼下任务已经完成 就不多留了 兄弟们 撤退 大军长途奔袭 粮草尤为重要 赵云的任务便是以孤徒为内营 潜入乌朝焚烧援军粮草 眼下任务已经完成 赵云没有丝毫犹豫 当即便下令撤退 赵子龙修走 今日我便以牙还牙 摘下你的荔枝 以此告为炎梁兄的在天之灵 兄弟们 给我追 杀 子龙将军先行一步 我来端后 好 周苍兄弟小心 撤 兄弟们 雷火丹准备 见周苍突然停下 文酬等一众追兵皆是一愣 还没等他们来得及反应 只见曹军士族迅速拿出一个个黑色陶罐 点燃引线之后朝援军这边扔了过来 这是何物 随着一阵爆炸声响起 火光炸现 白雾翻腾 最前面的援军是足煞时间被炸倒一片 躺在地上的援军不断地发出惨叫哀嚎声 这是何物 杀伤力竟如此之大 高岚将军 军中损失情况如何 回避监禁 经过清点 我军伤亡数千人 共损失帐篷两千多顶 军中粮草几乎全部被烧尽 我治军向来吉言 营中的口令与巡逻部署更是每日一换 可赵子龙却能率领一众士族 在我军营地中如入无人之境 定然是咱们中出了内鬼 不错 此番至少有数千曹军潜入营中 四处纵火 制造混乱 更是想要趁机袭杀千军 若是没有内鬼予以接应 但无可能 此人是谁 某一刀剁了他 公泽先生 昨夜你在何处 你这话什么意思 莫非是怀疑我不成 呵呵 我只是问你昨夜在何处 你若心中无鬼 为何会这么激动 我心中当然没鬼 昨夜我在帐中无事 早早便睡下了 既然如此 你可赶我等去搜你的营帐 巨兽 前锋 你二人休要过分 若怀疑我 尽管拿出证据 若没有证据 你们这就是邪私报复 天聪 夜而所见 营中的内鬼职位定然不低 否则曹军怎会对军营中的一切了如指掌 直到火势四起后 何党才发现 不错 先前孤徒被曹军申请 却又奇迹般的脱身逃了回来 这其中着实是透着古怪 这是发生吗 何事 举兽 我命你曬军为先锋 迎战曹军 你倒好 没跟曹军正面交手 就先被他们火烧连营 你是怎么治军的 回禀主公 军中出了内鬼 暗中联络曹军混入营中动火 请主公下令严查 主公 举兽这份名事在为自己开脱 他怀疑属下便是那名内鬼 还要搜属下的营帐 哼 今有此事 来人 暂且将举兽关押起来 约后再行发落 主公 万万不可 先军素有谋略 今日虽然战败 但往日却是功劳甚为 主公若是将他下狱 岂不让人寒心 呵呵 袁浩先生此言诧异 嗯 万一昨夜之败 是举兽贼喊捉贼呢 万一你俩是一伙的呢 嗯 波图 你妈的 我不是你个狗人的 就要血口喷人 哼 主公莫要忘了 当初袁浩是如何劝阻南下的 宁可错 杀无可错放 属下建议 暂且关押举兽与田锋二人 待事实真相查明之后再做定夺 郭图 你举兽 你太令我失望了 军中受刑 你却把责任推卸到公子先生身上 当初袁浩打算南下进攻曹操 田锋便极力劝阻 由于性格刚直 田锋言语间得罪了袁绍 袁绍认为他败坏军心 便差点治罪 今日听波图这么一提 袁绍也再度起了疑心 来人 将举兽 田锋一并拿下 等事情查清楚 我自有定夺 见到举兽 田锋二人被抓 郭图眼中满是得意 回营帐的一路上都在想 如何趁此机会取代举兽 昨夜已逝 真是多谢先生了 我家先生准备 今日举办庆功宴 他特地说了 公子先生不到场 谁也不准动筷子 哼 这个瞎思聪 简直不当人 回去告诉他 庆功宴免了 从今以后 我俩两不相欠 让他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 先前大哥放了郭图时 我还迷惑不解 如今看来 大哥当真是高瞻援主 是吗 援军可谓是被先生算得死死的 这两把大火 不仅拖延了援军的行进速度 还引得袁绍大怒 将两名谋士给抓了起来 只是可惜了 今日的庆功宴 国徒不肯来呀 大帝 主公来了 先生 听闻你的两把火烧得甚是旺盛 让袁绍气得给你开出天价悬赏 见过丞相 丞相过誉了 只是说来遗憾 属下未能 守住白马 老师 你未免也太谦虚了 换做别人 谁也无法收获这般战果 嗯 子兄说得不错 来 咱们坐下说 曹操正准备坐下 只见一张巨大的桌子上 摆放着一张砂石等材料制成的立体地图 不仅有山川河流 更有城池关爱 黄河一带的地理形势 悦然其上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泥塑制成的骑兵 步兵小人 主公你看 这小人是我 嗯 这是何物 哦 回禀主公 此物名为沙盘 是我 是我大地做的 沙盘的出现 最早可以追溯到情灭六国之前 只是那时候的沙盘都太过简陋 没有虾人制作的这般精致 将所有的军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丞相 通过此沙盘 咱们可以更为直观地将战场形式表现出来 从而让为将者更好地做出决策 有了此物帮助 日后若是在沙场厮杀 也就用不着担心不了解战场地形了 凤孝先生说得不错 不过除了战时决策外 沙盘其实还另有妙用 嗯 还有什么用处 说来听听 不 回禀丞相 他还可以拿来进行战术研演练 研究先前的经典战役 并从中总结作战经验 常言道千军一德 一将难求 一名合格的将领 那都是要经历 无数次尸山携海的厮杀 方才能成长起来 但若是有了沙盘推演 也就能简化这一步骤 嗯 先生所言其事 此物可谓是极其精妙 子修 吩咐下去 日后但凡征战沙场 就要多多修建沙盘 还有 还有 你们两个日后在营中 不许饮酒卢串 大帝 主公正是何意 呃 主公正是在磨练你 想把你们两个培养成三军主将 好 呃 丙主公 根据前些日子的情报 袁绍此番总共调集十五万大军南下 而我军四面环帝 更要提防荆州 江东 青州的敌军 所以此番与袁绍交战 只能抽出精兵十万 嗯 你们有何看法 大可畅所欲言 主公 此番袁绍携重兵南下 意欲跟我军速战速决 既然如此 咱们就不能如他愿 哼 依蜀下看 只要与袁绍延长战期 袁绍定会无良自退 嗯 攻打所言即逝 袁绍家底封后 真要拼死一战 咱们损失不起 先生 你怎么看 回禀丞相 兵法有言 反战者 以正合 以其胜 主公拉开架势 跟袁绍打消耗战 便算得上 以正合 但想要减小损失 彻底击败袁绍 还需要以其胜 嗯 先生此言不错 只是想出奇制胜 怕是极为困难 袁绍手下的许优许子也 可是 相当难缠 想起许优 曹操的面色凝重许多 举兽 田锋已被关押 审配 逢计之流 曹操也并没有 把他们放在眼中 唯有许优 才让他心生忌惮 主公不必担忧 要不了多久 许优便会前来投奔 嗯 先生此话当真 呵呵 属下什么时候 说过玩笑话 主公静待便是 评优 给便宜 故随 午 偏 尾